哈啰,我是乖乖,今天中文一分钟想让大家讲什么技巧,关于卷衫组合卷 我送大家分享一年,我是很擅长,很有心得的年份,就是一百年 一百年的时候,考评当时你见解能证的两个活动给你选择 一个就是鱼业的世界,什么始终沉,是去博物馆 一个就是鱼民生活的体验,就是去和鱼民住两个一夜的时候体验生活 当年的时候,考评就是,其中一个角度叫增进知识 我想说什么呢,如果增进知识的时候,你会发现一个很困惑的位置 就是两年其实死的东西可以一模一样的 你去鱼民生活体验,你当然学到鱼业的知识,学到怎么捕鱼呢 我想说,同样的东西,你在博物馆学不学到,都学到 所以当年的阴受威,其实在一个国家里面,两边的立场识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一件事,你要保证你写的方法有独特性 这个字不是废话,因为你写出来的时候,你真的跟我说 其实两个活动是一样的论点,那我怎么给予分别呢 你怎样突显到你的活动的独特性,我不断,你的重点是什么 放在我形式上面,所以当年的时候,如果在鱼民生活体验体验的时候 就讲到形式上面的问题,当年的题目是有形式的字,非常关键 所以你做不到一点的时候,是拿不到高分力感的一点,拜拜